大家好,我是雷槍 最近凡宗在9月8号推出了主线 丢界曼陀罗、平安京、轟雷一闪 虽然很想吐槽,但今天时间紧迫 虽然我就当做没事情发生过 同时也推出了卢道门的卡池 由于之前日服出了最强的蓝卡队打手之后 就一直有人问关于凡宗FGO的卡池推荐 到底宇宙灵还值不值得抽呢 有输傻还要抽傻虎吗等等的 一大堆关于未来是问题 虽然我偶尔也会推出影片给大家讲解类似的东西 但今天雷槍决定直接出一部繁宗未来式影片 跟大家说一下接下来一年到底会出什么卡池 有哪些卡池是重点推荐 有哪些从者是不能忽视的呢 这些东西几乎都统合在这部影片内 但请注意 这些基本上都是雷槍个人的主观意见 而且由于篇幅问题讲得有点快 甚至有主观的决定 仅供参考 所以极度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 跟其他FGO老粉丝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和决定 而你们的留言基本上我都会看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首先是这次的盗满卡池盗满绝对要抽烂至少抽到宝1 因为只要你藏了主打手是混沌2的话 他不但能当副打手还能帮忙辅助上buff 在日服里面我的使用率是极高 更可以组全加成刷门队抽回来CP值极高 其他的都无所谓 然后便是圣诞加尔纳活动 随便拿个活动赠送加尔纳就结束了 至于要不要抽原版加尔纳呢 说真的 我个人觉得直到日版强了钱都可以不太管 因为直到现在日版还是自充25拍MP 和那过时的技能组真的非常可惜 然后便是新年活动 虽然我忘记繁中会怎样推出这类活动 但村镇这类大人气角色基本上是一定会准时推出的 同时也会有日替卡池 而当中的超人熊也是重点从者之一 即便你的超人熊只有宝衣 其实也能练起来当高蓝打手 非常非常推荐 直到日服现在也是有很多高蓝关卡能用超人熊数通的 关于村镇虽然性能非常不错 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抽一下 当然要抽的话最好是抽到宝2 不过我个人是不会抽的 因为我有帮伊阿宋卫杯 所以C把冲浪手也算是有个人选 就可以省一省了 更何况下一个卡池便是复刻宇宙灵 在我现在宇宙灵宝3的情况之下 我真的要抽的话也是抽宇宙灵 把他的宝具等级继续顶上去 让我打高蓝关卡和周回的时候更为轻松 而如果你的宇宙灵是宝1的话 我也蛮推荐抽个宝2甚至是宝3的 接着便是连仓活动 在这个活动里面会送大家第一只能够稳定冲浪的杀直冲浪手 即便是绿卡冲浪手 我个人也觉得非常值得去练一下 以备不时之需 而丑浪浪的话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丑职单体打手 比较好用的情况就是把他当压底solo 有兴趣的话抽了练起来也算是不错的 阿斯特莉亚是我个人最最最最推荐要抽好几支的死刑虫者 相信我 他的爆发伤害 宝具无敌贯通 以及恶特弓 是真的真的非常牛逼 有看过我昨天打三倍狂咒那时候 就已经能够感受到 是真的值得宝5位杯升白等 其他的罗马成员基本上我都无视 然后便是情人节活动就直打活动卡丝帕 接着的天草活动基本上也是一样 即便我个人是蛮想要抽一下天草 但现在的强度我个人觉得 当个美好回忆基本上就OK啦 而且都饱饿白等 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雕像活动的话 该活动新推出的五星从者加勒提亚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兰卡单体狂职打手 有兴趣的话我个人也是蛮推荐抽一两支的 但我个人的选择是打赚技纯实的 而花架C把没有的话也可以抽一支了 后面G3有强化到天资利从者特工 蛮值得去抽一支当高蓝插件的 来了高蓝无敌插件贺小姐 这个绝对绝对不能漏 想要之后打高蓝都是伤害爆炸高速通关 贺小姐抽下去 真的只需要保一就能让你往后的高蓝关卡 不用再玩磨到睡着的狗干魔队 而活动赠送的外乡傻逼也是非常不错 免费保五外乡人佛星佛星 下个圣灰战争就是主推圆桌卡赤 基本上也是卡赤PASS 而泳装复刻就可以想想看要不要补够泳装沙尘院 虽然我个人也是怕旧事了 抱歉相对乃子 凡钟的我更偏向强度和讲求游玩舒适度的 来了传说中的地狱四连 富贵的输傻自然不用说没有输傻就一定要抽 摩根算是大家都认同的狂直强角 虽然有对到宝具特工伤害才会比较好看 但以从者的CP值和队伍适应性来说 能够打多核队伍能周回又能通关高蓝的狂直摩根 我个人也是蛮推的 但是相对摩根 我会更愿意把石头留给后面的三个卡车 五星妖蓝 红拐沙狐 以及高蓝神角 奥贝隆 在这里首先我会偏向放弃妖蓝 因为妖蓝并没有到特别重要 独特性是有的 但重要性的话 后面那个更重要 要知道没有管 没有沙狐的话是真的巨痛苦 而且你有妖蓝没沙狐 我也是没什么用 这CP值大减 奥贝隆就更不用说了 能让我不用魔队打高蓝的高蓝插件 是绝必要抽好抽满的 所以结论就是摩根pass 妖蓝pass 沙狐至少保一 然后奥贝隆至少保一 而如果你回头看我整个活动卡池流程的话 你就会发现 基本上我都只会抽拐 或者是高蓝插件 其他的打手基本上我都用免费角色凑一下 或者直接用高宝宇宙灵来顶 反正拐越多 你能用的队伍种类就会越多 能够应用的周回类型 或者高蓝关卡 便会更多 当然我会做得出这些选择 都是因为我主力是日服 繁中基本上就是看主线速通关卡为主 所以更为着重强度与刷关卡的舒适度 要知道这款游戏除了强度以外 爱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那么这部影片也差不多要到这里了 也祝大家能够出到这些喜欢的从者吧 那么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可以按个赞 或者订阅一下我的YT频道和直播间 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 那么我是雷枪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